這個地方順便講一下 腿跟手是一樣的 我們在練的時候啊 這麼鬆 腿就是放鬆的 放鬆的這樣出 放鬆的這樣出 放鬆的是不是 跟拳 你們剛才練那個拳也是一樣的 腿的力量也是 我這個腿蹬出去的力量 是在後面的時候 那個筋突然一蹦 那個力量 而不是從這裡就開始踢 腿後筋 腿後筋一蹦 這個也是一樣的 我這個腿要踢起來 我不是從這裡就用力量踢 不是的 是我在這邊 我的腿已經起來了 腿起來到這邊一蹦 一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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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鬆 緊 鬆 鬆 緊 鬆 所以才可以在這個地方 鬆 緊 鬆 緊 鬆 腿出去也是 要踢到 要 碰到別人了 筋一蹦 那個勁才出去 所以這種拳都是屬於近身打法的拳 近身打法的拳 所以他在用力量在傷人 不是靠距離產生的加速度 好嗎 他都是在短距離產生力量 所以行很重要 那個力量的背後的基礎就是你的架子 架子整 產生出來瞬間的那個力量就大 所以我們這個腿踢出去就不會這樣子 這個腿蹬出去不是這樣的蹬 你看拳擊場上或者武術競技場上面很多這個腿蹬出去是這樣的蹬 這個對他們來講是實用 因為又遠 長度長 然後身體往後增加腿 蹬的力量 然後他腰後這邊的肌肉 這邊的肌肉也不會撐得太緊 會比較鬆 我們這樣子蹬 你這個力量 這個力量要很大 要很大 可是這種蹬他就是短 他是短距離的蹬法 你知道嗎 女孩子也是蹬西 我蹬不了那麼高 我蹬西 所以我這個過來到這邊 我蹬西 也是一樣 那個腿蹬出去也是 腿到這個地方 腿到這邊 這個力量出來了 所以回去練腿也是一樣 你練走 你練走路 到這個腿起來了 腿起來了 蹬 蹬 蹬起來 蹬又鬆掉 蹬 所以你的腳是 鬆 緊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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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那一下子 後面那一下子 輕一蹬 那一下子 輕一蹬 輕一蹬 這個力量 不是那樣子 不是用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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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已經形成了 你的架子已經形成了 到這邊已經形成了 就我要蹬他的腿 我要蹬他的腿 我的腳已經到這個地方了 知道嗎 我的腳已經到這個地方了 我才 我才在這裡 力量才出 所以我才要你們去練那個 上禮拜要你們去練那個 臟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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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小燈 晶得嗎 心要會這樣用 你們回去看那個水母 你們回去看水母 它是保持到圓形 它一張往上游 往前游 它那個張不是等住的 你去仔細看 它在前面的張是等住的 它到後面要往前衝的那個瞬間 是啪一下 最後那一下最快 所以你們去看那個 那個水母 烏魚 也是一樣 烏魚用的方法是一樣的 那個須一張一合 一張一合 是不是 你去仔細看它那個張的速度 它往前衝的那一下子 它那個張的速度就變快了 好 你有找到嗎 Victor有找到水母嗎 我還不找到了 我在看那個翻譯 好 你們回去去看 仔細看 我們看動物這些 這些 它們怎麼用它的身體 都要很仔細的看 所以水母在游 或者烏賊在游 它不是等 它不是等數的嗎 是不是 它是 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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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往前衝一下 衝一下衝 你去看它衝了一下 它是怎麼衝的 好嗎 就跟這個是 跟這個是一樣的 跟內加權很像的 好 好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